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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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看啊 为了一个从没有见过面的女子 乾隆皇帝发这么大脾气 那也太小家子气了呀 人家好歹也是一方总督啊 你就不能做一个顺水人情 让臣子也感恩戴德一回 可是呢 在乾隆看来啊 你不参加选秀 直接嫁人 不但坏了祖宗的规矩 你更是藐视我的黄泉 是可忍 孰不可忍啊 这清朝选秀女啊 是三年一次啊 是官方出面户部主持的 那八旗的士林女子呢 都必须得参加 另外呢 还有一个选宫女 她是一年一次 是宫廷内务府来主持的 《沿袭攻略》里的魏英洛 那原型呢 就是乾隆的令妃 魏家世 她呢 算是一个汉人 他怎么也能进宫呢 原来啊 参选的八旗 包括八旗满洲 八旗蒙古 八旗汉军 一共啊 二十四旗 这令妃呢 既是汉人 他又是奇人 所以呢 有资格参选 因为有了选秀制度 那清朝奇人家 他们家的女孩子啊 在家里那地位高 啊 魏初阁的姑娘啊 都被尊称为姑奶奶 姑奶奶 就指不定哪一天呢 她成了皇帝的宠妃 但全家老小就指望她飞黄腾达 当然了 也并不见得 所有人家都希望能被选上 你比如哈 说道光年间 有这个河道总督 叫林庆 他们家的闺女呢 落选了 被撂了牌子 她哥哥呀 那真叫一个高兴啊 当场做了一首诗 诗名就叫贺大妹子撂牌子 那喜悦之情是越南纸上啊 所以呢 就算有什么攻略 进攻当皇帝的女人 也不是人人都艳羡呢 毕竟嘛 一路攻门 深似海呀 好 继续回来 刚刚说的是宫外 咱们来说一说乾隆的后宫 这延禧攻略和卢毅传呢 人物角色 那是高度重合啊 但人物光环呢 不太一样 你看卢毅传里 周迅衍的那个女主贤妃 到了延禧攻略里呢 就成了一个大反派 所以很多人看了就说呀 看看看这个剧图看的错乱了 哈哈 那么这两位女主乾隆 到底更宠爱哪一个呢 倒是有一个比较直白的标准 什么标准啊 看谁生的娃多 这魏嘉世比乾隆小十六岁 他三十岁开始啊 给乾隆生娃 一直到四十啊 这十年间他生了六胎 是整个清朝历史上 生育最多的一个妃子 单从这一点 就可以推算 就可以看出来 乾隆是多么的重他 当然了 乾隆真正最最最爱的女人 还是第一任皇后复查世 乾隆皇啊 才华合逸 自命不凡 是一个非常挑剔的完美主义者 能被他看上眼的没几个 可对于这个劫发妻子 他几乎挑不出毛病 你 臣都知道 皇后豁达大多 人慈宽厚 臣甚至在你身上 都找不到丝毫缺点 臣也未能有你这样的贤后 而感到自豪 在燕喜攻略里 皇后多么的贤惠 两个人是多么的恩爱 那是演了很多了 我们就不细说了啊 咱们单说一说 复查皇后的死 电视剧里呢 说这个复查皇后啊 是因为伤心自杀的 自杀之前呢 还有一段很长的读白 但历史上啊 她呀 是病死的 她的死啊 不仅给乾隆皇帝 带来了悲伤伤痛 甚至呢 都不接到了整个朝廷 我们来看另外一本书 叫饥饿的盛世 这本书里面就说到哈 表面上这个乾隆帝啊 伤心一阵子之后呢 还是依然照常起居办公 皇后的去世好像没影响到 大清帝国的运转 但是咱们说古往今来 几乎没有一个皇后的去世 能像这一次成为官场的一场灾难 在整个国家引发这么大的变故 皇后去世一个月 皇帝翻开汉林院写的这个皇后撤文啊 发现用错了一个词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但乾隆 波澜大陆啊 把管理汉林院的尚书呢 给治罪了呀 哎呦这刑部一看皇帝这脸色 赶紧中判呗 判了一个脚尖后 皇帝一看不够中 又把刑部所有的官员一律革职 把那个尚书呢改了 改判为展监后 说秋后出展 这消息传出来 全国的官员是大惊失色 这还仅仅是个开头呢 悲痛当中的皇帝 对什么事都横挑鼻子束挑眼 你看啊 皇后的撤保 他认为不够精良 配不上皇后的尊贵公布全体问罪 还说呀 祭礼的那个桌子啊 不够干净 又把负责祭祀的光入寺的官员通通降职 又因为给皇后册封示好的时候啊 礼仪上出现了一些纰漏 那对不起 礼部尚书被降级 这还没完呢 说清朝不是杂鞭子吗 十天半个月得剃一次头啊 按照满族的救习啊 皇帝皇后丧死期间 这官员呢 这个一百天之内啊 最好是不要剃发 就表示自己只是悲痛啊 悲痛的不得了啊 顾不上剃头啊 不过呢 这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 没有明文规定 没有硬性规定 你说当年雍正皇帝去世 很多官员剃头啊 这朝廷也没有追究啊 这一回不一样啊 皇后去世 那很多人照样剃了头吧 但这一次真不一样 皇帝发现之后暴怒 认为你这是对皇后的大不敬啊 把剃了头的官员一律处死 但后来调查发现 那太多了啊 全国到处都是啊 你总不能为了剃头 把所有的官员都杀了吧 于是呢 就处理了几个官比较大的 什么河道总督 湖广总督被刺自禁啊 还有湖南巡抚 湖北巡抚 隔职 不仅是官员 这乾隆 连他们家自家孩子啊 都看不顺眼了 说在皇后的丧礼上 他就认为 皇长子 皇三子 你们俩 不够悲痛 当成下令 说念在父子勤奋上 就不杀你们了哈 但你俩啊 不可成绩大统 看不 直接剥夺了他们俩 竞争皇位的机会 你说这哥俩 冤不冤 在这一场风波当中 受处分的官员 从大学市总督 尚书巡抚 一直到基层干部 这官场啊 莫名其妙 就刮起了一场大风暴 各级官员 这才醒了过来啊 原来以前那个宽厚仁慈 温和儒雅的皇帝 也有喜怒无常 残酷惹没的一面 果然 是雍正的儿子 雍正的惨烈无情 他都给继承了下来呀 心理学家分析 说处于上偶期的人呢 他们就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够体会到他同样的悲痛啊 当人们不理解的时候 这个情绪啊 就会出现很强烈的波动 乾隆皇帝 在极度的悲痛当中 无法控制自己 不加节制 释放他内心的狂暴 但其实 这就不单单是一个丈夫 在熏人谢这个悲痛 更像是无上的皇权 在释放他无情的很大的破坏力啊 好 欢迎回来 这刚刚说到的是皇后 接下来呢 咱们来说一说乾隆他娘 就是孙丽眼的甄嬛啊 他真是个有福之人啊 儿子乾隆 那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皇帝 对太后呢 那是关怀备至 老太太身体硬朗喜欢活动 乾隆每一次出巡啊 都带上太后 老太太若此不疲啊 不顾高龄啊 跟着儿子呢 油上碗水 整整活了八十六岁 那乾隆对太后的孝顺 是无可挑递 但有一点 这乾隆绝不允许 哪一点呢 绝不许太后干政 在这个延禧攻略里啊 有一段是这么演的哈 说贤妃他爸那不呢 正哉不力 这太后呢 出于私心 就要皇上啊 杀了他 杀了他 进去 duy 如果来 他我太太太 贴婷了 你不愿意 那我也要 他想着 杀了她 你不愿意 对她 杀了我 不杀 不足以平民愤啊 你看 在剧里边 这又成了贤妃 更加黑化的一个理由 但真的在历史上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乾隆当皇帝的第三天 他就发了一道御址 就是告诫宫中的太监宫女 国家正式 不许传到太后耳朵里去 别让太后心烦 那意思就是说 要让太后跟政治绝缘 说有一次 太后跟乾隆聊天 说顺天府东边 有一座庙很灵验 年久失修快要塌了 希望乾隆拨点钱 给他修一修 乾隆倒是满面笑容答应了 但随后就下指 严厉斥责太后身边的太监 你看表面上是罚太监 实际上啊 是罚给太后看的 老太太从此呢 就长了记心了 再也不干正了 你想 修个庙都这样 他还敢让皇帝 说什么杀了他大成 除了太后啊 太监呢 那皇帝另外要防的呢 就是重臣啊 这个官僚体系啊 是皇帝一手建立起来的 但是运转之后 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 庞然大物 乾隆25岁登基 那正是经历最最旺盛的时期啊 展现出他过人的治理能力 我们通过一件小事呢 就可见一般 说这个乾隆四年公布昼报 说要修这个太庙的一盏灯 申请银子呢 三百两 区区三百两银子 对皇帝来说 那是九牛一毛啊 公布的这种名堂啊 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件小事呢 他还故意的夹杂在公布上报的 好几十件大事当中 按理说皇帝怎么着 也不会注意到这个吧 可是呢乾隆他经历过人呢 居然就注意到了这个小细节 修一盏灯 怎么要花三百两银子 哎呦 这公布含糊气字 说这只是一个预支款 根据实际的金额来报销 用不完的呢 会退回来的啊 他们就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呢 想着你皇帝日理万机 这三百两银子的小事 糊弄糊弄 皇帝啊肯定就忘了 没想到啊 乾隆登基以来日防夜防 就是防大臣啊骗他 他查遍了公布档案 没有一次退还钱的记录 那肯定是借机多领钱贪污了 于是啊 整个公布被降罪啊 降级的降级 罚奉的罚奉 这个事一出来啊 满朝大臣啊都吓坏了 年轻的皇帝这么厉害 小事如此 那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这种精明啊 乾隆啊 把整个官僚集团 就牢牢的掌控在手 任何人都不能对他的集权 形成挑战 好欢迎回来 前面说这个乾隆 对这个大臣啊 太监呢管得紧 对他们家太后呢 也防得严 集权力啊 于一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自负的帝王 没有之一 他自称是实权老人啊 说到了晚年 乾隆啊特别看重他在历代帝王排行榜上的位置 什么秦皇汉武啊 唐宗宋祖啊 跟他们要比什么呢 比疆域 比人口 比政治安定 比军事成就 哎呦 都不如我啊 我们说一件比较有趣的是啊 乾隆四十九年 他下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诏书 把他的长孙呢 封为故山被子 这是之前呢 这个长孙 因为私下底啊 跟这个官员交往 犯了皇帝的忌讳 被贬为庶人 哎 如今突然又被封 这长孙是立了什么大功劳吗 没有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长孙呢 快要生孩子了 在皇室生小孩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但这个不一样 这个即将出生的小孩呀 如果是个男孩 他就算得上是乾隆的第一个玄孙 那也就意味着乾隆五代同堂啊 哎呦 这孩子争气啊 生出来男孩 乾隆激动啊 那激动了怎么办呢 写诗 哈哈 他就在诗里啊 大发感慨 说历史上诸多皇帝 有哪一个像我这样有玄孙的呀 看见没有 原来啊 他最最看重的是在吉尼斯世界记录上 他爱新觉罗红利 有了一项新的吉尼斯记录 他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武士同堂的皇帝 你看这老头挺可爱的哈 哎 这个呢 不过呀 酷爱征第一名的这个乾隆呢 有一个第一啊 被他硬生生的错过了 什么呢 他本来有机会成为第一个接受现代文明的皇帝 说乾隆五十七年 乾隆接到梁广总督的骤折 说有一个叫英吉利的国家啊 送信过来准备给皇上宁老人家贺寿 信里说去年皇帝宁八十大寿 他们知道的晚了 很抱歉没赶上 人家英国国王啊心中十分的不安 想给咱皇上啊补一个生日 大清朝 知道这个欧洲有不少国家 什么法兰西意大利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英吉利啊 这一回人家主动来贺寿 信又写得这么诚恳 这么的恭顺 那乾隆自然是开心 准 于是啊 1793年 英国外交使团来到中国 这个使团的团长啊 叫马格尔尼 他是一个中国迷啊 这马团长啊 一辈子最向往的事呢 就是能去中国 不过呀 他到了中国 就遇到了尴尬了 这个清朝的官员是要求啊 马格尔尼 你觐见皇帝呢 必须得三跪九寇 在马团长看来 文明国家的外交 那是平等的呀 怎么能跪地磕头呢 可是在清朝看来 你们是来朝贡的 见了咱天朝上国的皇帝 怎么能不下跪呢 这双方鸡同鸭讲 不在一个频道 这境界的礼仪啊 闹得是很不愉快啊 最后呢 各退一步 英国人同意 单膝跪地 这才得意见到了皇帝 我们来看这个图片 这呢 是乾隆接见 马格尔尼的场景 啊 这图片上啊 一个英国小孩啊 单膝跪地 这乾隆看他可爱 就把随身的荷包呢 赏给了他孩子 可是乾隆啊 不知道 眼前这个英国小孩 将彻底改变 大清的国运 好 欢迎回来 这个小孩的事呢 咱先放一放啊 一伙再说 这一次英国人觐见 人家不是空手来的 带了整整六百箱的礼物 按照英国国王的意思啊 这些礼物啊 能显示他们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能给清朝皇帝呢 带来启迪 你看都带了什么啊 蒸汽机 地球仪 望远镜 以及什么卡冰枪 迫击炮 各种武器装备 可以说啊 英国那是毫不藏私 把最先进的科技呢 都拿过来 想以此呢 赢得这个清朝的好感 能打开外交和贸易的大门 但是 整个清廷上上下下 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 这些科技的价值 不屑一顾啊 比如哈 人家带来了欧洲最新式的望远镜 但因为早在康熙年间 就有老式的望远镜啊 传过来 乾隆看看也没什么不一样啊 不稀奇啊 英国人礼品清单上啊 还特别强调 这个望远镜啊 是大科学家牛顿发明的 不过呢 这是白费苦心了 这翻译官啊 图省市 漏掉了牛顿的名字 就算没漏掉 估计整个大清国 也没有谁在乎 谁叫牛顿 还有那些个枪啊 炮啊 说六十多年后 1860年 英国人洗劫圆明园 在一个库房里啊 看到了当年作为礼物 送给乾隆的枪和炮 全都冤风不动 上边呢 是落满了灰尘 你看啊 除了这些个啊 英国使团 还带来了一件东西 虽然算不上高精尖 但他们坚信 皇帝一地喜欢 什么东西啊 英国马车 咱中国马车 没有弹簧 不减正 颠的人难受 相比之下 英国马车呀 他很舒服 很轻便 对于这个高薪科技啊 乾隆皇帝呢 因为知识缺陷 无法明白 他过人之处 但这个皇上 您坐马车舒服 这屁股肯定能感受到 哼 这一回啊 英国人还是想错了 英国马车这个理念啊 他天然就不符合 大清王朝 英国马车 四个座位 前边两个呢 略高 后边两个呢 略低 当时就有 清朝的官员讨论啊 这四个座位 怎么安排呢 有人说 前边呢 皇上坐 事也好 那有人又说 后边舒服啊 皇上应该坐后边呢 还有人说 皇帝应该坐前边 皇后呢 坐后边 争来争去呢 没个结果 就问这个英国人 英国人就回答呀 前边是坐马夫的 后边呢 坐皇帝 这官员一听 吓坏了呀 前边座位高 你让马夫坐 那怎么能有人比皇上还更高呢 更别说 还是背对咱皇上 这马车呀 不能用 这个事啊 就让人联想到了乾隆的 从孙媳妇 谁呀 慈禧 说类似的事的 发生在老佛爷身上 说1898年 外国人给慈禧呢 送了一辆 德国生产的 第一代的奔驰轿车 根据史料记载哈 慈禧呀 奔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呢 司机 竟然坐在我前边 不爽啊 你看相隔一百多年 大清 两位最高统治者 同样是为了 维护他所谓的皇家权威 面对文明产物 是同样的顽固 同样的 傲慢 好 咱们再说回到这个 1793年啊 对英国来说呀 马戈尔尼这使团呢 那算得上是外交失败 但对大清来说 何尝又不是失败呢 英国给大清 打开了世界的文明窗口 送来了文明阳光 但大清呢 自我隔绝 继续封闭 更严重的是啊 清朝的国情啊 让英国人看了一个透彻 咱们要知道哈 自打马戈波罗 把中国介绍给欧洲 欧洲对中国 那是顶礼膜拜呀 非常的向往 他们常用的句式呢 都是这么说话 当中国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在欧洲还怎么样怎么样 满脸都是向往啊 你比如 法国思想家 福尔泰就曾经说呀 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可是这一回英国人惊讶地发现 跟传说当中的遍地黄金啊 相反 大部分清朝的人啊 都生活在穷困当中 更要命的是啊 清军的战斗力 被对方一眼看穿了 在这个使团来的路上 乾隆还特别交代 要让英国使团 见识见识 咱大清的军力 就举办了 绅士浩大的军队操练 可是马团长发现啊 士兵 衣冠不整 武器装备 都是什么大刀长矛 这些冷兵器 仅有的几支火枪 它早就落伍了 所以回到英国之后呢 他们就把各种建文啊 写下来发表 在欧洲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他们对中国的观念 那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颠覆 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 从文明变成了野蛮 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本书啊 这本书就比较沉重了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 前面我们说到乾隆赐荷包给那英国小孩啊 他呢 是英国使团父使斯当东的儿子 这个小斯当东啊 那荷包啊 一直保存 皇上给的呀 因为这个经历呢 他一直在学这个中国文化 二十多年后 他成了英国的一名议员 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当中 就是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840年 英国下院进行了一场辩论 说要不要向中国呀 派这个远征军 这个漫长的辩论呢 一直没有一个结果 后来呢 这个小斯当东发言呢 就引起了重视 因为他去过中国 见过皇帝 他的意见呢 就很受关注 小斯当东啊 说 以他对中国皇帝的了解 谈判是没用的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必须动用武力 这个发言 那真是至关重要 在后来的投票当中 主战派以酒票微弱优势 压倒了反战派 这才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 乾隆盛世被认为是 古代中国的巅峰 GDP占全球三分之一 国库充盈 四海城福 但光鞋的外表 却掩盖不了内在的腐朽 乾隆的统治 那是达到了极权的巅峰 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 面对外部世界文明的发展大势 整个帝国茫然无知 就错失了主动融入世界的机会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假设 说面对当时的世界大变局 如果乾隆专制统治 不是那么的严密 不是那么的铁板一块 那现代文明极有可能 在那个时候就进入到中国 只不过历史没有路过 好的 接下来我们又进入到好书推荐环节 我们先来看一看上个月最新出版的第五次开始 这是美国一位考古学家的书 作者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 说从古至今 人类出现过四次重大的文明突变 分别是技术 文化 农业和第四次的国家 而眼下呢 我们正处在第五次新的突变临界点 那就是要建立人类共同体 六百万年的人类历史将如何预示未来呢 读这本书或许有一种答案 好 除了推荐新书 我们再来看看旧书的再版 三连最新版的演员自我修养 因为周星驰的电影啊 这本书呢 咱也不陌生 但真正读过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 这书里边呢 有很多很实用的表演技巧 众多的知名演员呢 也都认真推荐过 那我就想说呀 各位小鲜肉 流量明星 也不妨好好地看看这书吧 正所谓人生如戏 请给我好一点的演技 好的 感谢收看本期读书料理 我们下周五晚上八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